出門在外 車子難免會受到傷害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敲到的這個大凹痕 這個就是它板經凹陷的凹痕 用去自由把你要噴的表面擦拭一次 好 那我們開始噴底序吧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它盡量的墊高 然後下面的東西 你只要能夠穩固的固定住 你要噴的部件就可以了 然後要記得如果其實你噴的是很小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黏一點綠黏土 或者是用一些簡單的雙面膠把它黏住 因為噴箱它有氣 如果東西太輕的話一噴它會飛走 好的 我們待會要正式進入噴漆了 那要記得你在進入噴漆的時候 要把你剛剛研磨的濾罐把它拆下來 換成可以過濾化學或者是揮發性氣體的濾罐 記得要戴上護護鏡 記得漆面都要均勻快速的搖晃它 江湖小秘訣 油漆罐的旁邊你都可以打下三個洞 這樣你在下支使用的時候 你的漆才不會蓋上蓋子一等滿身都是 你可以用過濾網或者是使用濕襪 去過濾一些髒髒的東西 然後每一個漆上面都會有一個比例值 也就是你的調薄機要加多少 因為每個品牌不一樣 所以就記得看說明書 然後記得一次不要倒太多 我們可以分次使用 開始你的手勢要跟你要噴的弓箭 就呈現一個垂直的弧度 也就是槍面垂直距離平行的方式 記得你的旁邊要用一個抽風系統 你也可以用一個過濾裝置 這個東西我們下一集會教大家 所以當你的油箱它有弧形的時候 你的手的手勢要跟著它的弧形 成一個平行面的方式移動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基本上就這麼簡單 所以底漆圖一樣就是最強 然後明天早上起來我們再來分辨區 不過底漆其實還幹得非常的快 那大概通常經過45分鐘 或是一個小時就可以實作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油箱修補的第二集 跟噴漆教學的第二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顆鏡頭 跟這顆鏡頭 就知道這兩段時間我們距離多有了 你看聲音進步了 畫池也進步了 如果你沒看過第一集的朋友 你可以看上網連結 就從第一集看 看完再來看第二集 其實一般的觸學者 你很難在第一次補完補圖 磨完之後 噴上底漆就一次OK了 這個是老師傅的功能 通常這個動作會進行到兩次或三次 所以在噴面漆之前呢 尤其在做底漆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重複一而再再而三的 慢慢去修補你的底漆 像這種複雜的雕塑也是一樣的道理 觸學者在這個步驟 其實可以多做幾次 去用底漆去判斷說 你的弓箭上面是不是還有任何的凹凸面 不要很快速的去嘗試噴面漆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一直在做的動作 你老闆也會生氣了 所以當做完底漆之後呢 假設你有發現有一地方 它能夠補得更漂亮 那我們就會再做進一次的打磨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到以前的漆面 補土的痕跡 跟我們時候上的底漆 那這個動作完之後呢 我們再噴一次底漆 所以在第二次的教學呢 我們也是用第二次的噴漆方法 就是用垂吊式的 通常如果你家裡面 沒有一個可以犧牲的桌面 或者是可以懸軟轉台的話 你可以嘗試一樣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去噴漆 接下來的兩三個步驟呢 我們會試做用不一樣的防護設備 然後跟不一樣的噴漆方式 然後來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我們就開始噴漆囉 垂直的噴法呢 跟平行的噴法是一樣的 就是平行的噴法 你只要注意平行的距離 那垂直的噴法呢就是在你上下移動的時候 保持好 弓箭跟噴漆的平行距離就可以了 好在底漆完成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下個動作就是要上面漆了 所以請記得在上面漆之前 你要細細的端詳 你每個地方都是感覺是完美不缺的 那尤其是在觸學者呢 你可以把漆量把它稍微調的比較少一點 噴漆來回噴到3-5次 然後它剛好可以讓很多的小水珠 完成一個很光滑的水平面 那就是最完美啦 所以一開始千萬不要為搶快 它一開始呢就把風量或漆量把它調的過量 然後很容易就造成流鼻涕 你願多噴幾次 然後少點災害 接下來面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色卡 然後上面去調整 然後去調整你的漆量 那尤其是有一些車子 它如果經過已經10年20年以上 它會經過紫外線UV的造色 它會造成它的漆面的顏色 或者比較淺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在陽光底下 然後去做一個漆面的校正跟調漆 所以這個時候你也可以用油漆尺去調整濃度 然後呢用色卡去校正你的顏色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的底漆上面 真的有一些小瑕疵或小誤差 那你千萬不要把它磨掉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用 600號、800號的砂紙 去做一點小小細部的研磨 這樣就可以繼續下個工序 像我們頻道之前用的這種房租面罩呢 就是60的QL 它們就是屬於負壓式的面罩 什麼是負壓呢 它就是要靠著你的人的肺部去吸氣 然後讓它的壓力進到你的肺部來 那既然有負壓面罩 那有沒有鎮壓面罩呢 有 像那些香港該死的 而且我相信現在香港的朋友 都比台灣更了解怎麼使用面罩 而像這種鎮壓式的呼吸防護具呢 我個人最常用的就是這種 拋氣式的 跟這種硬核式的 而它後面的這個小管子呢 是一種隨意人最新的科技 它都一樣可以搭配著空壓機 跟搭配自動攻擊系統去使用 而這個東西我們下一集 再好好拍一集 跟大家好好做介紹 好像有點像閃漆 看起來好像保險套我 古風人 不起來我就在這有吃我的帥氣 我要換一個 很像蟑螂果的果往 remind people 面 BARUG 也要均勻笑 Streak 同步效之後 把它平均式的倒出來 按照你要噴的東西 跟你的距離去稍微調整一下 argue 調整一下你的比例 如果噴起來很容易一粒一粒的 那就是太濃了 你如果噴起來褲蓋非常多次 就是抬息了 噴面器的方法 我會先從一些小角度的地方開始噴 把最簡單的地方留在最後 這樣就是可以做一個均勻的修飾 亮光期是在我們所有噴漆裡面 最需要經驗的噴漆模式 那有些人會講精油 有些人會講透明漆 有些人會講亮光漆 但是你只要注意 有分亮光跟平光這兩種 然後你只要把它噴到每一個 都很像是一個亮光光面 這樣就可以了 就見好就收 千萬不要噴太多 這樣就好啦 而且來吧 這跟我們買來的一樣 好 因為我們這次不是在無程式 所以通常這個東西要放乾到一段時間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害怕有落成 所以在以前我們江湖傳說裡面就有幾個招數 好比說就是在你的空間裡面 然後燒一個小木炭 但是記得不要密閉 不然你就燒爛自殺了 那另外一種就是拿用盧樹燈旁邊搶光照 那現在呢就是你可以用熱風槍 然後稍微把它的表面 先稍微把它焊修一下 這樣子呢可以幫助你在落成跑下來之前 它會直接吊在你的漆面上面 不過這個也不用擔心啦 只有凸拉打一打就掉了 這個動作它可以幫助你 再把表面的漆先凝固一下 所以灰塵掉下來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粘在上面 好的就這麼簡單 所以以上只要照著我們的步驟呢 你都可以非常輕鬆的 自己修補你的油箱 跟修補你的烤漆 而這些材料跟工具呢 好比說噴槍啊 沙紙啊 布圖外 都可以到鎮魚五金 或者是一些油漆專門店去購買 那今天教的是一種偷吃布 就是簡略過非常多技巧的一種補漆方法 概念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薑子的方式呢 烤出像薑子的薑子的薑子的烤漆種類 那這東西我們之後也會慢慢教給大家 不過噴漆跟烤漆呢 它其實是有差別的 就像是烤漆的種類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種 你可以在裡面鞍巾啊 在裡面貼貼紙啊 甚至在裡面做各種材料 跟各種方式的塗裝 犀牛漆 冰煉漆 而教完了簡單設備的噴漆方式之後呢 之後我們再來教給大家 什麼叫高規格的噴漆方式 跟噴漆設備 當然今天除了你的車背貓到了 除了傳統的補漆方式 還有另外一種新的方式 好的 當然除了傳統的就是修車補塗的方式 其實在現在也有一種新的技術 叫做奧恆修復 在業績又稱為PDR 然後這間店呢 就是我公司的車嘛 常常南針北討 常常開在高速公司上面 很容易車子被小師手打到啊 或者是被一些 小助手搬東西 然後A到我的車啊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不想要 把整台車全部拆下來 重新粉烤 然後你又有強迫症 就是又有強迫病的話怎麼辦呢 那你就可以找這種奧恆修復的師傅 小梁 就我們奧恆修復主要是 分為用拉拔的方式 跟用工具進去裡面用推的 我們工具一般是從窗戶這邊伸下來啊 啊離這個 它現在這個位置 離窗戶這邊有點遠 我們工具 伸到了它會空轉 變成沒有槓桿 所以我們 先用拉拔的方式 如果用拉拔的方式 可以處理得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必 去拆它的內飾板 或是下護板 敲的時候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你拉 如果超過你要的 平面的時候 要把它敲回去 第二個是如果說 它今天這個比較深 它原本這麼大 可是它很深 所以我們要把它敲開 讓它變成一個弧形 原本是一個點 然後把它敲成像一個盤子 這樣 看有沒有 超屌的 好像就新的一樣 我們在側門呢 用拉拔的方式 把它完成之後 現在尾門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 旁邊有個小洞洞 然後我們用 點的方式 然後把剛剛的奧恆點出來 不過有一個東西大家要認識 就是凹痕修復 它並不叫做漆面修復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東西被撞到了 那你的漆 跟著你的板筋一起凹進去了 那它推回來 就會像剛剛一樣 看都看不出來 但如果像今天這個尾門 它是被一種石頭 還被什麼東西打到 當它打到之後 它的漆面已經凹了一塊的時候 那 頂回去 當然漆不會自己長出來 不過當它沒有板筋的凹痕 弧線的時候 你的光影的表現會比較好 所以你把它頂回來 然後再用原廠筆 或是原廠的漆 再稍微再補一下 那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好 腳量夠 OK 狗哥 我們凹痕界的狗哥 來用音手RAM 跟大家來解釋這個怎麼樣的 說 嘿 Yo OK Finish 看一下 調定 好 我們再次掌聲 感謝今天的店長小洋哥 耶 掌聲鼻子 爹狗哥 哈哈哈 阿仔是真的很嚴格 他沒有 哈哈哈 那如果你對於凹痕修復 或者是你想要各位朋友有興趣 然後想要請我們小洋哥 或者是我們一起做一集 技術本會的示範的話 那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好了 以上就是超人生少年 希望這一集有讓你得到工業上的知識 能夠讓你以後能夠拿來求生活 賺錢 做東西 教作業 報工程 資歷門戶 討到好老婆 所以請多多分享我們的頻道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所有工具呢 我們都會放在IG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IG參考 或者是相關的技術問題 或考試的問題 都可以到我們超人生少年的社群去分享 不知不覺也到了我們20萬新年人數啦 不是還沒訂閱呢 按照這個Youtube的潛規則 到20萬都會有一個QA的動作 所以你也可以把任何你想問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或把留言表單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會在20萬QA的時候回答 好 這裡是參觀戰少年 下次再見囉 拜託 以前老師傅都說 要噴到你能夠當鏡子反光 看到自己才算及格 隨便噴而已啦 我年輕的時候一天可以做20組 包含淹沒了 完蛋啦 做不完 做不完 挫賽啦 琳琳 吱風都渡 пол 抓 抓 坐啦坐啦 探訪一下